嗨,大家好,我是Chef Zhang 那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道经典的菜肴 脆皮猪肉 那今天呢,用到了TaoTronic的空气炸锅 这个炸锅呢,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我们选用的是非常普通的五花肉 那平时呢,我们需要大量的时间去风干啊 把那个猪皮弄得干干的 它才能够起到猪脆的效果 今天呢,我们就用最短的时间 在这个空气炸锅里面 达到那么我们原来的那个效果 甚至于更加超越 猪皮呢,也不做任何的改刀啊,扎针啊 我们只在瘦肉的部位,稍微改一下刀影 我们刚刚是树的开刀 我们横的呢,一样 好,大家来看一下啊 OK,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调味工作 首先呢,我们放入的是洋葱粉 五香粉 黑胡椒碎 这个是蒜盐 烟熏的辣椒粉 紫兰粉 我们的盐还是必不可少 用一点意大利香料 红糖 调和在一起 我们把这些调味品呢,完全地塞入缝隙当中 这样呢,最短的时间呢,让它入味 那我们给它做一个小盒子 让它放在这个里面呢 炸的时候呢,一个不容易把锅给弄脏 另外一个呢,也把它汁水完全给锁住 很简单,就是平时普通的锡子 我们呢,把它折叠一下 拿起来的时候呢,皮还是不能给它碰到 这个上面如果有多余的调料 可以拿一张厨房纸进行一下擦拭 首先把它给包起来 折一个角出来 等一会拿的时候呢,比较方便 我们把那个醋,把表皮刷一下 白醋呢,在挥发的过程当中 会把肉皮的嘴缝给带走 OK,那大家看到它现在都是不粘锅的涂层 那我们平时如果没有锡子的话呢 直接把肉烤进去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做完以后呢,我们直接放入洗碗机当中 清洗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和干净 这个锅的设计呢 就是一家三到四口的一个量 是一个famber的设计 非常的方便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把肉放入空气炸锅 进行第一步的预制 这个空气炸锅呢,也有很多的预设功能 有炸薯条啊,炸牛排啊,烤面包啊 鸡腿啊,等等等等 我们调到200度,30分钟 好,我们的半个小时呢,时间已经到了 大家看到,刚刚正好跳掉 那我们呢,首先把肉拿出来看一看 烘干的效果怎么样 好,大家看到表皮已经完全干了啊 那看下来这个空气炸锅的效果还不错 它是全方位的360度的受热 瘦肉那一面,我们刚刚已经有味道了 但是表皮是没有味道的 我们稍需来一点盐 上面刷一层油 起酥起泡的作用啊 我们继续把烤肉放回到空气炸锅当中去 温度呢,就设置到400度 时间设置到40分钟 好,时间很快 我们的烤制时间已经到了 哦,非常的棒 大家看到吗 表皮的泡也是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到烤出来很多的油 空气炸锅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今天应该说这个空气炸锅非常的给力 一点都不输给传统意义上的烤炉 大家听到啊,这个声音非常的脆啊 非常的棒 尝尝味道 哇,大家听到啊 那种酥脆的程度 非常的非常的 应该说空气炸锅出来的效果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今天空气炸锅做出来的这道脆皮周轮呢 非常的成功 那平时我们在家里呢 也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呢 做薯条啊,牛排啊,面包啊,等等等等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想了解更多的资讯 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看看 链接 听学生的温柔